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维尼伦工厂已经全面投入生产 电石和醋酸是制造维尼伦的主要原料 把电石和醋酸等变成维尼伦 中间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 维尼伦是合成纤维的一个品种 它的耐磨强力和吸湿性能都比较好 用它织成衣料既柔软又耐穿 维尼伦还可以用来做包装布 运输用帆布 鱼网和绳索等 在工业上有广泛的用途